爱 还不用say goodbye 轻轻地唱着歌 身上穿着压力衣 戴着帽子低调到不行 但这首歌却是这三姐妹 经历巴仙城堡烧烫伤 复健一年后的所有心得 充满爱的关怀 我重起来 短短五分半却有说不完的故事 三姐妹一戏之间 人生有了大改变 尤其是大姐失失 才刚大学毕业 准备踏入社会 但原本怀抱的梦想 统统被打碎 吶喊就这么发生在我们身上 然后也觉得身体很痛 我记得好像一出去吧 然后走几步 就跟姐姐她们说 我忘了不行了 就要往后倒 三姐妹经历一场城堡 全身60%烧烫伤 几度想要放弃 尤其是在复健时期 不过彼此互相鼓励 还有不断给予希望 和正能量的父母 然后妈妈也看到我们的时候 我最记得是 她腿软了大概三秒 可是旁边的阿姨就把她扶着 但是她就是那三秒之后 她就很坚强 如今三姐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 虽然还是不能走太远 但心中有个梦 想要把这个故事变成歌曲 鼓励更多人 低潮时描绘相感 鼓励中学会勇敢 那只是生命一小段 然后当初会不拿掉 只是因为可能碍于版面限制 还有歌曲长度 但是后来大姐是跟我说 她们非常喜欢这个歌词 然后觉得对她们来说 真是很有鼓励作用 走过低潮学会勇敢 尽管身上的伤疤 转了弯的人生回不去 但三姐妹没有因此放弃 凡是让未来的路更丰富 也希望透过歌声 带给同样是烧烫伤的朋友 乐观积极的心态 TVB新闻的郁正香台北报道